我是朱欣怡 Julia 资商心理师 也是一位中途失明的视障者 在资商室里 我听你说 在Podcast里 也邀请你来听我说 那些肉眼看不见 但是心里却更能看到的 心理学小技巧 与翻展人生的故事 哈喽哈喽 亲爱的朋友们 朋友你好吗 我是朱欣怡 Julia 资商心理师 欢迎收听朱欣怡说心里话 在节目的一开头 我就想要大声几呼 大力吆喝 来邀请大家 多多帮我五星评价 并且留言回馈 我想五星评价 就不需要多说了 对不对 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 给我们莫大的肯定 与鼓励 就是五星评价 我们的团队 真的会非常开心 那多多留言呢 是因为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我做这个节目的初衷 就是真的希望自己的一些专业 能够帮上大家的忙 能够让你过得更幸福 更自在 但是我毕竟我的生活圈就这么小嘛 我的生活圈就是我自己遇到的 但是你们的每一天会经历一些什么事情 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会有什么样的心得 会有什么样的生活 然后你有一些烦恼吗 有一些困扰吗 我也都非常希望能够听得到哦 因为这样子我才能制作更适合你 更贴近你 更帮上你的忙的节目 也说不定你的分享就可以帮忙更多人 因为他们都可能跟你有类似的困扰嘛 所以非常希望大家愿意多多留言哦 不管是你每一集的感想 或者生活的分享 或者是你有一些困扰或烦恼 都可以留言给我 在我们的Apple Podcast啊 或者是Versory或Mixbox上面 都可以做匿名的分享哦 也就是你真的可以匿名 你可以为自己取一个匿承 不需要留下你的本名 让大家知道你是谁 然后就可以做这样的分享 如果你会不知道该怎么做的话 我们的粉砖上面都有这个实境教学 就是我们会截图 然后告诉大家操作的步骤 要怎么样给五星评价 要怎么样去留言呢 那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操作 所以你可以到我的诸心仪式 让心理师粉丝专页 就可以看到这些操作 按图所记 就一定会帮我们五星评价和留言成功哦 非常希望能够听到你的声音 那这一次我们要谈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这次的这个主题 叫做自我对话 为什么我想要谈自我对话 因为我最近真的是不约而同 一直听到某一些声音耶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大家廉价 就两波廉价嘛 第一波是总说廉价对不对 第二波是双十廉价 你过得一切好吗 那我想廉价真的是 看起来好像是放假嘛 觉得很心情舒爽对不对 可是廉价也的确就是打乱了 我们平常的生活节奏 平常的生活步调 所以可能有很多的这个职业 会赶着要在这些时候 大捞一笔 是准备在这个时候呢 能够做些什么样的活动 那就会更赶啊 那有可能我们也需要做一些 提前的安排 提前的布局 然后在廉价期间 我们可能也需要去 安排一些假日的活动 或一些家族的聚会 那时候可能 有些时候是舒服的 但是有些时候又不舒服 所以感觉最近大家压力都蛮大的 那可是我听到的声音就是说 常常会有一种 想要在这个IG啊 想要在脸书啊 抒发一下自己的想法嘛 对不对 抒发一下自己今天 遭遇到什么样狗屁刀招的事情啊 实在让自己很讨厌 很崩溃这样子 可是呢 一方面又想要书解 然后被理解 但是一方面又有点担心 如果是自己的好朋友看到就算了 如果是一些重要关系人 你正在骂他 就被他看到了 这样不是很尴尬吗 或者是啊 就是有一些长辈们就会说 哎呀你玻璃心啊 你不懂事啊你草莓煮啊 这样子 好我就觉得 现在还不是水蜜桃煮 冰块煮都有了 所以就觉得自我表露 真的是一种双面刃的感觉 那不只是这样的关系 我也听到最近好像有很多朋友 也跟我说他平常就会有一些 图图写写的习惯 就是自己有什么心情啊 就会有写日记啊 或者偶尔做一些大事迹的这样子的状态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写着写着写着就很容易掉入这个负面情绪 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不是最近磁场的关系 空间磁场还是怎么样整个世代的整个大环境的状况 好像就会容易掉进去 越写越悲伤越写越难过 或是越写越生气 越觉得自己啊什么那么可怜这样之类的 然后就拔不出来了 就觉得不是应该对自己有一点帮助吗 为什么会越写越难过呢 这样 所以这一集哦 特别想要跟大家谈谈自我对话 因为有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透过跟别人的对话 然后让自己的心情得到一些调适一些书解 那我们要怎么有建设性 而且有帮助的来做自我对话 让你的书写真的能够对自己是有疗效的 有帮助的呢 这就是今天我想要跟大家推荐的一个非常神奇 实用 简单 又很好学 我相信等一下一听你就骂 上学会的叫做心理位移书写法 哇听这个词有没有就非常专业 叫心理位移书写法 但是请你哦 就千万不要被这个专业的学术术语吓到了 其实 等一下 听我怎么说 就会变得非常的简单 而且它的确可以落实在你的生活上 研究也证实哦 这样子的书写方法真的可以大大的改善我们的焦虑 紧张 提升我们的幸福感哦 所以这个神奇的自我对话方法是由谁发明的呢 哦 这个时候我就要骄傲一下了 不是我 不是我 是我的一个大大大大的生涯贵人 叫金树仁教授 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这个金树仁教授的名字 好像似曾相识哦 只要常常在关注我的 应该都会常常听到金教授的名字 为什么呢 因为他真的是 我那时候在小高三的时候啊 就好想念心服系 可是就没有学系开放给市长者 所以呢 我那时候就跟心服系的系主任 那时候就是金树仁教授毛遂自荐 所以金教授就帮我写了系务会议报告哦 然后就让心服系可以开放给市长生就读了 所以他是我引路的大贵人 然后之后呢 他也是我的口试委员 那我研究所的时候 论文也是金教授帮我口试的 然后我后来出书 打不破的玻璃心 也是金教授帮我做推荐人之一哦 真的是我一路上走来 都有金教授的身影 所以我要非常骄傲的跟大家说 金教授的这个心理位移书写法 真的神奇厉害 有效简单 所以请你等一下一定要停下去 如果你自己也有这种 就是该不该跟别人说呢 的困扰 或者是你会有一种 常常掉到负面情绪里面 那个漩涡 转扭脚尖的感觉 或者是你心里有很多的苦 不知道找谁诉说 你有一些真的不好说 也不能说的事情 那我觉得自我对话 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方式 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需求的朋友 也邀请你多多帮我分享给他哦 因为这一集我相信会对他非常有帮助 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 这个心里位移书写法 是怎么样来降低我们的紧张焦虑 又来提升我们的幸福感吧 你觉得啊 当我们要表达自己的感觉啊 意见啊 想法的时候会怎么说呢 大家都觉得起手势应该是 我觉得 我认为 我希望 这样子吧 的确哦 好像我们几乎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方式 但是我也发现很多人不是耶 想想看你自己 或是你身边的人 你有没有听过这样子 就是说 哎呀 这个时候啊 你就是有一种很尴尬的感觉啊 这时候你的心里就会有一点不舒服啊 这个时候你的心里就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想法出来啊 有些人就是用你作为起手势哦 还有些人喜欢自称自己的姓名 比如说 像我的话我就会说 心仪认为啊 这件事我们应该怎么处理 朱莉亚有一个意见想要提出来给大家参考一下 因为我发现 哎 这听起来就有什么样的不同 当我们站在不同的位置上 明明他们说的都是自己嘛 啊 就是我认为 我感觉 我想要 可是 当我们站在不同的位置上 来看自己的时候 也就是我站在我的位置上 站在你的位置上 还有我站在他的位置上 来看这个自己的时候 心里还真的有一点不同的感觉哦 那我们的金教授哦 说的心里位移书写法 其实很简单来说就是 我 你 他的书写法 最后再回到我 也就是我们一开始会先用我来描述 今天我发生了什么事 接下来我们就会 像一个你的好朋友 你的长辈 来说你发生了什么事 再接下来我们又会像一个记者 在播报一样 说他发生了什么事 最后我们再来回到我身上 简单来说 这个心里位移书写法的自我对话 原理原则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知道到目前为止 你一定没啥啥 就是给他没有听懂 好 那我们就一定要来举例 让大家深刻的有感觉咯 好啊 那我们现在就用我来做开头 我念一段我自己想说的话 我今天走在路上的时候 鞋带突然断了 我居然就站在路边一直哭 我觉得最近实在是太崩溃了 工作的事情一直不顺利 同事处理不完的事都要我去擦屁股 我的身体状况也一直不好 想不到这波流感这么毒啊 我每天咳嗽流鼻涕的都不好 真的是烦死我了啊 最讨厌的是啊 如果能去野外露营啊 吹个风 有时的看本书 我就会觉得有休息到 但是这个月每次我要放假 就遇到台风 我真的是好不舒服 好闷好闷好难受啊 好啊 听完了这一段 这一段就是 不是我啦 就是我综合了很多人的心情 弄出来的一段 就是抒发一下嘛 我们就用我来做开头 但是写完了第一次的我以后啊 我们就要用你来做开头咯 一样的话 我们把我改成你 那我个人呢 是非常偷懒的人呢 所以呢 我就是会把刚才那一段话呢 复制出来 然后用取代的方法 把所谓的我变成你 但是重点是 要再重新看一次 而且你一定要站在 你的立场去看那个自己哦 我们来听一次 会有什么样的不同 你今天走在路上 鞋带突然断了 你居然就站在路边一直哭 你觉得最近实在是太崩溃了 工作的事一直不顺利 同事处理不完的事情 都要你去擦屁股 你的身体状况也一直不好 想不到这波流感这么毒 你每天咳嗽流鼻涕的都不好 真的是烦死你了 最讨厌的是啊 如果能去野外露个营 吹个风悠闲的看本书 你就会觉得有休息到了 但是这个月 每次你放假就遇到了台风 你真的觉得好不舒服 好闷好闷好难受 听完了 这一段我们用你来做开头 不知道有什么样的感觉啊 我自己在重新看这一段的时候 我就会有一种 哇很被理解 很被同理的感觉 而且莫名其妙哦 心里就会出现了一些 对你的想法 比如说我就会想跟那个你说 就是你真的好辛苦哦 遇到这么多事 也不是你找来的 可是他们就来找你了 你真的已经尽你所能的 在承受了这些事情了 你真的很了不起 不容易啊 对 有可能当你用你来说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有另外一种的心情 有可能是 你是你的好朋友 所以你给你自己一点安慰 一点理解和支持 也有可能你是你的一个 长辈 一个有智慧的贵人 他也可以给你一些指引 当我们换成第三个 也就是 我们再把它复制一次 这是我的偷懒方法 但是不要告诉金教授 就是 就是 我把它再复制了一次 然后我用他来取代你 他 我们像个记者一样 在播报一件事情的发生哦 让我们仔细感受一下 这样有什么样的不同 他今天走在路上 鞋带突然断了 他居然就站在路边一直哭 他觉得最近真的是太崩溃了 工作的事一直不顺利 同事处理不完的事情 都要他去擦屁股 他的身体状况也一直不好 想不到这波流感这么毒 他每天咳嗽流鼻涕的都不好 真的是烦死他了 最讨厌的是 如果能去野外露营 吹个风 悠闲的看本书 他就会觉得有休息到 但是这个月 每次他一放假 就遇到了台风 他真的很不舒服 好闷好闷好难受 不知道你听完了这个 他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当我站在他的立场上 看那个自己发生的事情的时候 我就会突然有一种感觉 就是他最近的确承受了非常多 但是我也会在想的是 他工作那么不顺 为什么同事做事情 他都要去擦屁股啊 是不是他的借鉴化得不是那么好 或者是最近有发生什么事吗 或者是他总是个烂好人吗 还是还有拒绝上的困难啊 然后当我换成这个他的时候 我也在想说 他的身体都一直不好嘛 所以感觉是被流感侵袭了 那他有没有可能 以后有更多的自我保护 或者是有更多的警觉性呢 然后最后一个 当他说 他就是如果能够放假的时候 去露营就会比较好 可是因为最近都正好遇到台风嘛 他没有办法去露营 所以就很不好 那我就在想说 那他的输压方式 或他的充电方式 是不是只有露营这一样啊 有没有其他事情 也有可能带给他一些充电或输压呢 所以你发现吗 当我用他去想象一个状况的时候 我就可以比较客观一点 比较抽离一点 来看他有什么样的状况 那他可能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事 我们就可以有不同的观点和想法 那别忘了哦 最重要最重要的是 请你写完 我你他以后回来到我 再从我的角度再说一次 比如说像这个例子哦 如果是我 我再回到了我的身上 我可能就会写说 我最近还是觉得非常的崩溃 非常的沮丧 非常的挫折 因为有好多事情 都一直来找我啊 可是这些事情都不是我愿意的 我已经用了最大的力量 在面对这些事情了 然后我也可以好好想一想 在工作上 我要怎么让自己轻松一点 怎么样去拒绝别人 可能更好 身体上我可能也会想一想 嗯 有没有什么 以后让我不要再重蹈覆车的方法 更重要的是啊 我要去找一找 看看有什么 抒压的方法 充电的方法 可以让我自己过得更好 以后才不会 每次遇到那么多的负面情绪的时候 我好像就没有办法 疏解我自己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啊 这样绕了一圈回来 我们对自己同样发生的事情 同样觉得的 呃 情绪或同样的想法 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的 松动 不一样的改变 也许 也许你会觉得 哎 其实并没有什么差嘛 我就是把这个位格 哦 就是我 你 他 换了一下而已 但是 我说的是 呃 不管他有没有降低你的焦虑 不管他有没有提升你的幸福哦 但是 当你去试着用不同的位置 在看自己所发生的事的时候 真的会带来很多不一样的感受 那 我会鼓励大家哦 尽量用书写的 就是不管你是用打字打下来 像我一样 或者是那种写字写下来 或者是那种录音录下来都很好 但是不要只让他在脑子里想 哦 因为 大家都有听过我们的思绪哦 真的是一日千里哦 比光速还快哦 所以 那个思绪是很容易跳跃的 你可能会跳到不同的频道 然后 你就会一直被带着走一下我一下你一下他 这样子 你就会没有办法造成那样子的效果 那个自我对话带来的不同的效果 所以 鼓励大家都可以用这样的方法 先用我 再用你 再用他 最后 我们再回到我 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自我对话过程 节目的最后一个部分呢 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两件事情哦 第一件事情是有关于抽书活动 对 我们从心里挖宝这个单元哦 很少办抽书活动哎 对 那这次为什么要办呢 因为我不知道过了中秋节啊 还有国庆 呃 大家会不会觉得就没有什么假日了 呃 对 是没有什么假日了 可是对我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啊 叫做10月15号 国际盲人节 不知道你想到盲人会想到什么 呃 有些时候可能我们想到盲人的时候 就会觉得啊 好可怜哦 好悲惨啊 大家就需要克服好多生活的难关啊 但是我们可能也会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 哎呀盲人是不是生命斗士啊 好厉害啊 好勇敢啊 不屈不挠啊 真的很励志啊 这样子 呃 我想两个部分都应该存在于我们的身上 我们的能与不能就是我们的确有很多很不错的地方 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的的确有些不方便的地方 但是通常外在对我们的包装 就要不然就是凸显前者 要不然就是凸显后者 很少 很少很少 有一个能够很平等的 很同理的 然后能够真的把我们当作一个人 在看待我们的生活各式各样的层面的书籍 好 所以今天就会想特别跟大家推荐这一本 由清零国际出版处的书啊 叫做看不见也没关系 这是一本童书哦 好 这是一本童书 所以写得非常的简单 然后还有一些图画 嗯 它是从一个小女孩的视角来看她一个盲人的爸爸 她看到这个盲人的爸爸 的确有很多地方跟爸爸不一样 因为她有非常多不能 但是她也看到很多 对于一个爸爸来说 她的本质 她却有非常不得了的能力 所以 让我们更尊重 多元 更包容 我觉得这些事情 就是不止会让我们这个世界更美好 因为现在的思潮 和现在的浪潮 就是这样 那会让我们的心里 也更自在 也更健康 好 所以这本书想要送给大家 我们的清零国际出版 然后就是提供了一本抽书 让大家能够去抽这本书 所以一定要到我的朱新仪市 让心理师粉丝专业来参加抽书活动 然后我们的清零国际出版 也跟我们的爱芒基金会合作 做一个公益的联合 所以你买了一本书 我们就会捐十块给爱芒基金会 然后去服务更多的市长朋友 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共襄盛举 这个国际盲人节 第二个就是要回应一下 我们听友的留言 她的提问是这样子 她叫做Cindy爱分享 她说 朱新仪心理资商师您好 我是高中一年级的女学生 也是一位视觉障碍者 之前有听过你的访谈 让我有了想成为资商师的梦想 我想问 成为资商师除了具备学术知识之外 还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 好啊 非常谢谢Cindy的提问 我先跟大家证明一下 证明一下 就是正反两面的正的证明 就是我们的国家高考 其实是叫做资商心理师 所以如果呢 你很内行 就会显得你很内行的样子 就是称呼我们为资商心理师 这样会更专业更真实 但是当然啦 你想我们在从事心理资商嘛 所以你说我们是心理资商师 也大家都听不懂 没有任何问题的 只是说 这是一个高考专业的名称 这样子 好 那Cindy的提问是 想要成为一个资商师 需要准备什么呢 我觉得有三个层面 我们可以准备好 第一个就是与专业上的连结 好 也就是你说的学术知识咯 好 第二个是与自己的连结 第三个是与他人的连结 好 那与自己的连结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资商心理师 其实真的是工作 没有任何的工具 就只有我们这个人 所以跟自己的连结 越强越好 你对自己的探索 对自己的理解 越深越好 那我非常鼓励大家去听一下 那个起点文化里面有一个叫 心理小学堂 他介绍了各种学派 那其实我不是要大家去听那个专业 专业知识 而是如果你想要有系统一点的自我探索 你要找到一些途径 那我会觉得对心理学有感觉 喜欢的人可以用心理学的这个途径 来帮助你自我探索 他会介绍很多阿德勒啊 佛洛伊德啊 荣格啊 完形啊 存在主力啊 等等等等的方法 那当你在听这些心理学 和听这些疗法的时候呢 其实都是在探索自己 更连结自己的一个过程 比如说 当佛洛伊德谈到自我本我超我的时候 你就可以想想自己 哦那自己的自我本我超我 又是怎么样的状态呢 那他们又是什么关系 当阿德勒在提到自卑与超越的时候 我们又在谈谈 那自己的自卑感是什么呢 什么部分你有自卑 那你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做超越的呢 对你自己越多的连结 越多的了解 我想对心理师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再来说到与他人的连结 也就是那个同理心和沟通的技巧 表达能力 倾听能力 那都是平常的修炼 所以如果你跟别人 能够有一个很良好的互动 你能够倾听和表达清楚 能够同理别人的处境 那很可能你就能在 心理师这个职业里面 能够做得比较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无时无刻 发生了生活里的任何事情 你都可以回来想想自己 当你要跟任何人做互动的时候 你也可以去练习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在装备我们这个人啦 因为成为心理师真的就是不只是装备学术 我们更重要就是装备我们这个人 好啊 那希望这样的回应能够对Cindy有帮助 如果有任何的提问 还欢迎你继续留言给我 我们可以继续互动讨论哦 节目就要将近尾声了 希望这一集我们谈论的是自我对话 这个心理位移书写法 也就是用我你他我最后再回到我 的这样的方法 能够带你在看自己的时候 用更多面向更多角度在看自己 如果你身边也有这些容易被负面情绪带着走啊 或者是有苦难言啊 不好说也不能说的这些朋友们啊 欢迎你多多分享给他们哦 希望能让每一个人都产生不同的内在力量哦 我们朱欣怡说心理话 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咯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了 拜拜 心念展观 生命无限宽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邀请你可以继续追踪 并且给我五星评价和留言互动 如果你也感受到我们团队的用心 可以使用自由赞助的功能 给予我们实质的鼓励哦 资商需求 合作邀约 或想要了解更多心理学的知识与故事 节目说明栏中 都有我更多完整的资讯哦